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是Emily 今天想给大家做一个新的开箱视频 今天要开箱的是这两箱绣球 里面应该是有12个不同品种的绣球小苗 我买的都是一些日本的品种 这一次是花了270元在一个店家买进的这些绣球 这样算下来平均一颗的话才20来块钱 但是我之前也没有在这个店家买过其他东西 所以我不知道它的这个苗情怎么样 所以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开箱 来看一下这些小苗的情况吧 我现在先打开了一箱 然后我们一盆一盆的看吧 它这一箱里面是放了6颗绣球 然后都是排列很规整的 这样这边排三颗,然后那边排三颗 然后是拿这个红绳子固定在这个纸箱上面 它发货呢都拿了这个苔藓做保湿 然后整个袋子是用这个塑胶袋给它封死的 但是每一个上面它都有一个标签 这颗是蓝昂,现在已经都开花了 这个应该是没有调过色的蓝昂吧 颜色是偏红的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它的图片应该是偏蓝的 20多块钱买一颗的话我觉得很划算 因为之前我在网上也买过这个品种 当时是100多块 然后好像还没有这个大吧 它除了这朵花之外 这里还有一朵也是可以开的 那么至少今年应该是有两朵花 这一颗是叫夏洛特 现在是只有花苞 但是还没有开 所以这看不出来它是不是对版 我会把图片放在视频下方 这次的绣球基本上都是以人民来命名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这一颗是叫爱丽丝 它也是还没有开 所以暂时看不出来是什么样的 这一颗绣球长得很高了 品种不一样 它们的这个高度也会不一样 这一颗看来是长得会比较高的一颗绣球 这个品种叫妖精之吻 我不知道它是需要条才变成这个颜色 还是不需要调就是这个颜色 它本来来的就是一个蓝色 蓝色中间比较蓝 然后外面呢就是偏粉一点 这个是妖精之吻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看 看到现在的话 基本上它发来的绣球都是有两根杆子 然后上面有两朵大花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像这一颗就感觉小了很多 这一颗可能本身也是比较矮的一个品种 这颗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绣球品种 叫万华镜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花 它也是这种虫拌的 但是这里看可能颜色比较淡吧 相对于之前看的那几颗羞球 这个颜色偏白一点 然后可能它的这个效果就远看 跟刚才那几颗不太一样 就是比较大一朵花 很蓬松的一个感觉 你看 它就是很大一朵 然后但是这个苗的话 是很小的 相对于刚才的那几颗绣球 这个苗很小 然后看这一颗 这一颗应该是叫绘子 这个也是花比较大的了 这个花瓣很大 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绘子的花 它这个跟刚才的万华镜 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这个花瓣非常大 也是多层的 这次买的可能都比较偏这个 鲜一点的这种感觉的 都是这种淡粉色啊 偏淡蓝色呀 带一个这种香边的一个品种 可能也是日本人比较喜欢这种品种 所以它们培育出来的品种都有这样的特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项 然后出现了一个紫色的品种 这个是什么品种 这个是沙芝小姐 沙芝小姐 好像这个也是株形比较紧凑的一个绣球 适合盆栽的 它这个紫色的 然后叶子也是发红 它这个苗芹也是还不错的 它这个是有三个杆 但这个杆是比较小比较弱 然后有两个比较强的主干 然后上面是顶着两朵花 像这种基本上都是属于大花绣球的范畴吧 后面的话还会给大家来做一些大花绣球的 养护的一些视频 包括修剪啊 土壤的调整 还有这个换盆啊 这样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这些视频内容的话 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哦 再看这一盆 这一盆好小 这一盆是魔幻革命 魔幻革命我不太确定 是不是日本的品种 有可能是荷兰的品种吧 我有两 我这里买了两颗魔幻系列的 一个是魔幻革命 还有一颗是魔幻珊瑚吧 因为这次在这个花展上面看到这种魔幻系列的绣球 觉得颜色是比较特别的 跟之前的一些绣球感觉不太一样 所以我决定买两颗回来种一下试着 看一下好不好看 但这里就没有开花 我也是会把图片放在视频下方 我看这一颗 这颗也是一个很妖艳的颜色 这颗叫美加紫 这个应该是粉的 这个跟沙芝小姐的那个感觉差不多 只不过是颜色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是单半的 拿过来对比一下 左边这个是美加紫 右边这个是沙芝小姐 还是很不一样的 看多了是不是也脸盲啊 分不清楚哪一个品种是哪一个品种 刚才我觉得这两个挺像的 放在一起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花也大 但而且这个花是多层的 多 里面一朵花有好几层鳄片 看这个是单层的 但是单层的话 它是有这个香边 这个香边很明显 这一盆也是没怎么开的 这盆是叫误导之会 好像也是一个比较火的新品种 四个枝条 而且四个枝条 这个都还比较强 所以这个 这个还算可以吧 误导之会 但是现在看不出来效果 只能看到稍微有一点点偏蓝的花瓣 是单半的 这颗小的我猜肯定就是魔幻珊瑚了 对 魔幻珊瑚 这一颗也是很小的 刚才说了嘛 这个价格是最低的 只要十几块钱 所以它这个苗都很小 基本上都只有一个枝条 然后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个花苞的 这盆也好小 但这盆最少开花 看看 这盆是有松 给大家看一下有松 这个好像最近也很火 这个绣球 但是因为它跟其他的绣球不一样的是 它中间这些个 对焦 它这个花瓣中间会有这个花蕊 可能是它跟其他的绣球最不一样的地方 好 我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买的这些个绣球的远景 这一颗是有松 魔幻珊瑚 魔幻珊瑚 莱昂 莱昂 夏洛特 爱丽丽丝 万华镜 妖精之吻 魔幻革命 慧子 悟导之恋 杀之小姐 我觉得这盆可能是我的最爱 这一次开箱的里面 每加紫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次我花了270块买的这12颗绣球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颗呢 如果大家有很喜欢的绣球品种 别忘了在视频下方留言哦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